字幕提供 我畢姓王 名稱的 我現在在國立年齡大學 就在苗栗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習服務 我本身是來自嘉義 算是一個侏羅的弟子 我高中的時候 畢業在嘉義中學 民國75年的時候 嘉義中學給我的感覺 對於一課班是非常重視的 那時候我也是參加一課班 後來自己的姿勢不太好 所以就輾轉 填字願就填到土木系 那時候完全也對土木系沒有了解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是到中立的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習去就讀 那讀了三年之後 完全沒有概念 那不是說中原老師不好 是中原老師其實做得都很好 是自己沒有那個sense 後來記得大師的時候 我看到同學都有一股氛圍 都在準備研究所 大概超過一半以上 那時候就覺得說 他們都在準備研究所 那我是不是也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在玩樂之餘 就花點時間也花在大地工程方面 那也許是結構學也沒有學得那麼好 所以感覺大地跟我比較親近 所以我就選擇了那個大地方面來報考 那所以在民國80年的時候 有幸考上我們中華大學的前身 中華工學院 那是第一屆的土木工程研究所 那我的指導老師就是現任系主任 呂教授之中 那還記得當初來到中華 只有一棟教學大樓還有學生宿舍 那前面有一屆的大學部的學生 所以我們進來的時候其實跟我們平行的是大二 那理所當然我們就必須要當助教 這個時候跟他們的感情非常好 即使到現在畢業二十幾年 我們都有跟一些的你們學長姐都保持很密切的在聯絡 那有一個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的環境非常優雅 整個那個香山交流道 就整個我們的那個茄東交流道 正在試做 看得到整個都是那個環境感覺非常適合念書 那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系上的老師 其實他的身教跟嚴教都啟發了我 那我覺得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就是做研究 在這麼好的一個環境之下 而且又遠離了我的同學 因為我當初就一個人來到新竹 那大部分的同學都留在中原比較多 那我就發現其實我遠離他們 我反而比較能夠專心來做一些事情 那才會覺得說做研究是非常有趣的 好呢因為當初是沒有分組 所以我們其實也修了很多 那個有關結構啦 有關作業研究啦 甚至我也修過無所不老師的課 這建築的課 所以修了這麼多多元的課 其實跟系上每一個老師都非常熟 好那這個系上老師真的是非常具有耐心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很具有愛心 好所以我們之間非常close 那除了課業問題之外 老師對我們學生的生活 也都是經常非常的關切 嘘寒問暖 讓我們當學生 尤其是遠離家鄉 那都感覺非常的溫馨 這點是很多學校是做不到的 好那就在這樣的這個身影的熏陶下 好就像朱志欣講的說那他父親的背影 好就在這樣的身影的熏陶下 我就想說 如果我哪一天能夠跟老師們 有了這樣的職業 有了這樣的能夠教化學生那種感覺 所以是一定要念博士的 好所以我就起了說 欸或許我再來念念看博士好了 好所以我就到教中大學去念 在教中大學那段日子其實是有點難熬 好但是我覺得說這都是一種訓練 你越到艱困的地方 你總是要做給別人看 證明說我們中華出去的學生 其實是不會比別人的差 好我覺得這人都是要有一股衝勁 好那就這樣子喔 就去當完兵 好博士念完當完兵之後 第一份工作先到南亞技術學院 好去當了三年的助理教授 然後有一個機會就回到苗栗海 聯合大學來 好一待也就快十二個年頭了 好在這個歷程裡面 其實都學習很多 而且都跟西上老師都保持 非常密切的在年落盤 好那剛好在去年的 去年的時候把系主任卸任下來了 好那系主任的一個生活 其實也都是一個人生的歷念 好雖然他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一個過程 好那所以我必須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擁有一點點 安身立命的一個微薄的成就 其實我覺得我都內心非常感謝 感謝我們中華大學老師的啟蒙 那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時刻 那讓我知道整個念書還有做學院的感覺 其實真的是很好 好那我的報告大概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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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